有些时候人们都不愿意相信一些事实 因为现实有些时候残酷起来实在让人难以承受 可是这就是我们无可避免的 就比如我们今天要聊的明星婚姻 毫不夸张地说 比起普通人的婚姻来 明星之间的婚姻更像是在完成一笔交易 不管其他人的市场怎么样 但娱乐圈的那些明星更像是利益的结合体 可能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喷我了 觉得我说的实在太扯了 但是别着急啊 大家想想就知道了 我们看看娱乐圈那些当年多么深情的人就知道了 别的就不说了 就拿宋仲基来说 当初他和宋慧乔演 太阳的后裔一度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于是后来他们两个趁时来了一段婚姻 靠着电视剧外加恋爱 两人一度登顶了韩国娱乐圈的榜首 因为他们两个的结婚还顺带为他们开拓了市场 内娱也因为他们而被打开了市场 当时宋仲基口口声声说着 什么自己要和宋慧乔不离不弃 可是当他们的热度开始下滑时 两人所谓的甜蜜夫妻就不演了 果断就和对方说白白了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除了他们两个 还有隔壁的马依丽 当初文章出轨的时候 马依丽的一番结婚不易的言论 让人刷足了好感度 可是放到现在看来 只不过是双方的利益 没有分割清楚而已 因此后来两人利益扯清楚了 也就没必要再演下去了 然后果断便离婚了 所以大家别看明星说些什么 得看他们干了什么 如果这个还不够明显的话 大家还记得 李晨和范冰冰这对准夫妻吗 当初李晨甚至还和范冰冰求婚了 本打算结婚的两人 李晨还一度说什么 会一直保护范冰冰 她的这番话 估计是说给观众听的 后来范冰冰出事了之后 李晨果断跟人家撇清关系 所以看得出来了吧 明星的婚姻有多现实 可想而知了 还是那句话说得好啊 明星的婚姻 本来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交易 可他们在商业的包装下 让人觉得十分甜蜜 或许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 可惜有些傻女人 却不知道这些事情 以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郎才女貌 殊不知 这或许只是一份交易罢了 被他们包装成了婚姻